日本电视台讨论如何打败孙影沙上热搜了 从昨天就有球迷跟我说这个事 然后今天就上热搜了 我还专门去搜了这个视频的片段 你们看了吗 你们怎么想的这件事呢 反正我是觉得可笑 插句题外话 我就觉得日本队 你就不知道一灯美城是怎么被国平给拆解到退出日本主力的吗 国平研究你日本队那是透透的 你小日子研究国平啊 你们的科研水平还不太够 你们日本每一个队员都被我们国平记在小本上了 你知道吗 别的不敢说 主力打日本反正是门清 尤其是抗日小英雄沙沙 对早天希娜那是14连胜 实在是太残暴了 那么东京电视台推出了特别节目 讨论早天希娜如何在巴黎奥运会上击败孙影沙 节目邀请了水谷笋和平爷找史乡 作为嘉宾 平爷也透露了 全世界都在研究如何才能战胜世界第一孙影沙 那早天希娜也是找到了一点突破口 日本电视台做的这期节目的素材 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记忆犹新的 当时人穿冠军赛 孙影沙遭遇早天希娜 先丢了一局后 他绝地反击 以3比2 成功逆转 值得一提的是 那场比赛孙影沙打出了好多神仙球 并且赢得对早天希娜的14连胜 孙影沙赛后也说 虽然是14连胜 但是每一次胜利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早天希娜在采访时也说了 说到了真正的王牌对决的时候 我才感觉到自己的力不从心 孙影沙是真正的 这个 赢孙影沙的几率是零 我怎么才能接近 比我高三个等级的孙影沙呢 球的轨迹 接球的方式 还有心态 都不一样 您听听 莎莎的回答是云南风轻 早天希娜的回答是挺卑微的 对于这期节目 我只想说 你就别说做期节目去研究孙影沙了 你就是把如何打败孙影沙 加入到高考题里面 你也没用啊 是吧 你沙姐永远是你沙姐 被你做期节目 就能找到打败沙沙的办法 那这是一部白混了吗 博眼球还行 真正的实际意义啊 没有 哎呦 这女队三将都是抗日高手好吧 说的好像大梦漫月跟百顺一样 得了吧 他俩照样打哭你小日子 就跟缘分似的 这一年啊 先沙沙频繁抗日 然后呢 漫月抗日 接下来是陈梦抗日 怎么说呢 千年老二就是你日本的归宿 是吧 评价完毕 今天去芒果TV呢 看综艺节目歌手 哎呦 我看到了一个广告 就琢磨着 这怎么这么像大头啊 我再仔细一看 这不是沙沙吗 看歌手节目 今天能看到沙头 你别说 这广告拍的还真不错啊 再一个 然后今天呢 还看到了央视体育的新栏目 体育晨报 这个栏目要开播了 龙队沙沙发来了贺词 还是第一位和第二位 后面呢 还有古艾玲和周冠宇 您看这牌面 大不大 第二位和周农的旅行